大家好欢迎收看今天的GoMarkets热门话题 我们今天来说一下就是最近留学生越来越多 可能会促进某一个行业重新爆发 我们知道最近生活在澳洲的朋友们都发现 无论是在市中心还是在各大华人区 都出现了越来越多的年轻人的身影 毫无疑问就是经过长达三年的 网课之后大量的留学生又重新回到澳洲来读书了 并且随着越来越多学生的到来 不但出现了一房难求的局面 甚至出现了像餐厅一桌难求 车行一车难求等等 过去几年都不可想象的情况 那么人多了自然道路就更加拥挤了 虽然餐厅也是更加的嘈杂 但这也意味着澳洲的经济正在恢复 商家重新开始盈利 企业的情况有所好着 那么这些额外的消费会帮助澳洲度过2023和2024年的难关 但是有个问题出现了就是这边市区和华人区大部分的公寓都是一房难求 但是在另一边却出现了大量华人区的高层公寓项目被清盘退出 有的甚至干脆重新拿出来卖 甚至有一些明明都已经造好的楼 开发商到了最后依然是倒闭了 那么为什么这边租房市场这么火 另一边高层公寓大家都不愿意去做呢 虽然我本人并不是所谓的地产专家 但是由于看到最近有太多这样类似的新闻 所以我今天就跟大家简单来聊一下 我特地为此是咨询了一下我周围做地产开发的朋友们 而且为了听取更多的意见 我特别是问了小型的开发商 也就是10套到30套公寓项目 中型开发商100套以下 以及大型开发商的朋友 也就是专做100套以上公寓的多个朋友的开发 他们较为一致的认可大了多数的高层项目 很多都是多年之前拿到的地 而且根据当时的成本来做的项目计划书 虽然大部分的开发商会本身预留出 大约10%到15%的预算 来应对的突发性的开支上涨 但是如今的人工成本和材料成本的上涨 已经远远超过了当时他们流出的缓冲区 那么根据现在他们的估计 平均公寓的综合成本对比2019年 也就是疫情之前大幅上涨幅度 大约是在35%到50%左右 如果这个项目越复杂 施工难度越高 成本上涨就越厉害 像那些30成以上的项目 往往你要不不开工 一旦开了工就没有回头件 必须一度撑下去 像现在这么高利息 再多撑三四年下来的话 很有可能会亏的是六亲不认 因此像这一类高层项目 一般到现在只有两个选择 一就是大幅提高公寓的售价来弥补损失 但在目前加息环境下 几乎是不可能的 第二个选择就是退还定金 干脆清盘不干 这样会亏 但是不会亏太多钱 那么我们知道最难的就是 已经开始递基 并且开始盖了这些项目 或者是盖了一半的高层工 这些项目就是进退两难 银行利息在不断上涨 这些上涨利息也在不断侵蚀着 项目本身的盈利程度 随着时间拖得越久 最后的结算出来 利息就会给的越高 相反整个项目的盈利就越差 因此这一类项目一旦真的开了工 往往只能咬住牙 顶住把它造完 那么最后我问他们 既然租房市场这么火 那为啥开发商不自己 干脆造了以后买下来再租出去呢 用完这个问题 那我几个朋友都笑我 我本身也不是太了解 都笑我 他们说 我们造房子本身就是拿来卖 一般只有最后的尾盘 卖不出去 才会自己买下来租出去 如果一开始就想着是要租 那为什么还要大费周折 我要去买地 要批文 要造房 还要卖出去 还不如呢 我直接就现在去买那些 已经造好的项目 买个几十套 吃房租 那不就行了吗 我一想呢 也对 一个高层从买地 到整个项目结束 最少一般是三年 多的时候呢 甚至于更长 这中间会有无数的困难 需要客户 那么如果最后搞定了 还是自己买下来 那岂不是浪费了三年 四年 甚至于五年的时间 和利息成本 那更重要的一点就是 虽然现在留学生市场 租房市场非常火爆 但并不代表着三年四年五年 当这个项目完工之后 依然会是这样的情况 所以我们在媒体中看到呢 那些华人区的那些三十层以上 很多项目 最后清盘或者取消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 成本大 风险高 利息贵 售价呢 又不能涨 所以这买卖呢 是没法做的 但是随着留学生大量融入 在另一方面 却帮助呢 某一些行业实现了翻牌 其中就是 包含了我本人 在小某书 1月23日当时节目中 给大家推荐的是旅游和航空板块 在1月当时的节目中 以及在当天的文章中 我跟大家说到是 当我们看到呢 比如说 当代购重新出现 当火锅店人满为坏 当机场 特别是国际机场的那个出口 非常多的人的时候 这个时候差不多 旅游航空和留学等产业呢 就会开始起飞了 那个节目发布当天 我们举例 当时澳洲最大的上市的旅行社 Flycenter的股价 当时是15.64澳元 那么按照昨天的收盘价呢 已达到了19.20澳元 涨幅是超过了20% 也许是我运气好 也许是我判断主 谁知道 那虽然你不用给我红包 但是如果你觉得不错 千万不要忘记点赞 三连关注 那么接着有朋友也可能会问 这个价格已经开始起飞了 那未来是不是 还可以继续考虑 那我要告诉你的是呢 同样这个股票 Flycenter在几年前 疫情之前 它的价格曾经是 45至50澳元的价格 现在即使它已经回到了 19.20附近 但是在我看来 长期还是有很大的潜力 但是这需要建立在 两个重要的因素上 第一就是中澳关系 要保持稳定 这样中国的留学生和游客 才会进来 第二美国的经济 不能太差 所以这前者第一条件 说的是中国 第二个条件 说的是世界 反正我们老百姓 这两个条件都无法预测 所以说了呢 大家听了 也不能做什么 但起码从现在的情况来看 在2023年 其他板块和行业 都将会受到 一些上涨的打击 但是旅游 航空和留学 这三个板块 在我看来 会保持强劲的走势 那么在过去半年至今 我累计给大家推荐的板块 总共是有 比如说传统铁矿石 推荐时间 是当时去年的12月 也就是中国 真正放弃清零的时候 第二 特斯拉 在今年年初 104至110的时候推荐 新能源矿产 在今年年初推荐 以及在1月23号推荐的旅游和航空板块 从现在情况来看 除了新能源的部分股票有所下跌之外 其他绝大部分的推荐 都验证了我的预测 未来谁也不能保证 一定都是对的 但是我会竭尽所能 给大家发表我的观点 我的看法和我的推荐 我一直和所有的同事们都说 我保持的一点就是 咱们写文章 录视频 写推荐 不要怕说错 怕就是怕 没有观点 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 不妨点击 关注和转发 我是麦 感谢您的收看 我们下期节目 再见